爱河盼旁的表演舞台 1500架无人机同时起飞 一点一点的亮灯 升空之后排列成队形 空中主灯 华丽登场 开场先来个猛虎发威 五星高照 搭配重金属乐队霸气十足 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 9号晚间进入重头戏 1500架无人机在爱河的高空盘旋 排列成立体主灯 甚至连高雄专属的50元面额夜市券 以及来自高雄的羽球球后戴之影 都变成立体发光的样子 出现在高空 满美的啊 就高雄之前都没有这种 那个无人机的图案非常立体 它有这个图案 每半个小时到一个钟头 就会不定时有灯光秀 也让各县市民众来朝圣 虽然高雄疫情紧绷 但因为展区大部分是开放空间 因此游客们平常心 我有点担心 但又觉得还好 因为大家好像都有戴口罩 只要戴好口罩 然后有做好防疫 好像没有太大的害怕 靠近桥边还是有人靠狠近拍照 但大家都没忘记戴口罩 灯会活动将持续到2月底 主办单位也会派员监督防疫 毕竟疫情还在烧不能大疫 TVBS新闻吴中勋 SNG小组高雄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